你学定 我是盲人级别 属于F11 属于全盲一点看不见的级别 我参加的项目有 三级跳远和标枪 因为作为一个盲人 在悉尼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 只能站着升国旗 但看不见 只能在心里头升国旗 而特别不爽 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用耳朵去听到国歌声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秘密 包括后来刻苦去练和教练员配合 这就是完成听到国歌的梦想 就是从很短5米 往到10米 15米 20米 距离跑得越来越长 这样的话速度也越来越快 成绩也越来越好 我的教练是沈阳体育学院的金帆教练 他带我就像我是他的亲人一样 从2002年吧 也快十年了 当时教练选中了我 感觉我的身材特别好 而且教练员 以前也是搞跳高跳远三级跳项目的 所以说也是希望把我能培养出来成绩跳得最好的 或者是把我培养成世界冠军 孙股学院听到这一部 一科出 加油 热射 好好说 在这部程里 都是 其实还是用心嘛 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做就做到最好 对不对 所以说既然我选择了这个体育项目 那我就争取把它做到最好 2012年轮端奥运会比较近了 所以说我也争取和教练共同配合 争取夺得奥运会的三连冠